各位飞行禪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迫不得已的,我今天来破例谈禪 我最讨厌谈禪这个题目 因为我从那十几岁,从高中时代吧 我接触林木大佐之后 我就开始很喜欢这个禪这东西 尤其蔡根禪,受蔡根禪影响 当别人跟我竞争勾心斗角的时候 我就用蔡根禪诞人处之 一直到后来我就读禪的书 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也是跟各位一样 如果大家对禪修有兴趣的话 像这一类的书,浅谈禪的东西 他把禪宗里面的那些公案,稀释到面目全非 我以前很喜欢读这种东西 很多大师都在写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父佛外道也很喜欢禪宗故 我只有六祖禪金,六祖法宝禪金等等 后来我发现到 那因为那些书读多了之后 我知道,景德禪灯路跟五灯会员 才是禪宗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点集 那这些我都有 我刚刚去找了一下,没找到 因为我大概已经用绳子绑起来 不知道放哪个箱子里面去了 大概在手边里面还有比较有的 就是旭子约路 旭子约路 旭子约路跟旭子约路 那个旭子约路是明朝 旭如记写的 旭子约路是清长孽仙写的 像这些我很喜欢看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古文 尤其这种是木科版的书 我特别喜欢看以前的现装书 这种古书我非常喜欢看 因为它的文字很优雅 叙事就是很简练 那今天我都不是要谈这些东西 因为禅宗强调就是说 不利文字叫外别传 因此很多父佛外道 也跟父禅外道 讲一个门口什么这个道 那个道的 听到我每次听到的耳朵都出油了 我都谢谢谢谢不用了 谢谢不用了 那因此呢 我自己发现到 从我开始接触飞行伞之后 我发现到 哎呀这才是一操直辱之法呀 为什么前面的人都没讲过 前面的人都吃的 不是吃的肥头大耳 就是虐待自己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心佛乱其所为 所以人都感受到不行 那个随时好像要蒙足重招似的那样子 这两类人都不是我要 都不是我的偶像 但我前面有讲过 我基本偶像是这种 身强力壮的才是我的偶像 年轻人你叫他怎么会去 会去把一个先锋盗骨的人 或者是一个肥头大耳的人 当作偶像呢 那不正常 可是昨天我就很惊讶的 一个有一个路人 他跟我聊了半天 据称他是某某外语学校毕业的 结果他最后他跟我 他看到我的墙上写的这个飞行 这几个字 他居然说飞行胆 大概在一年多前 有两个原住民的工人想要偷树被我抓到 结果他说对不起 你们飞行胆 我当时听到以后 我真的想保抑老钱 但是没做 那我刚才讲过 你不认识这个字 中国人都讲过 英雄到老尽归禅 也就是说你不管你多显赫 达官政要什么 最后你退休的时候 你通通都会 很多人都会去讲经说法 都会归到禅 为什么呢 还有人说军人不适合谈禅 那其实在日本有个习惯 就是那些武士要决斗 或者是那些将军要去上战场的前一天 他会到禅宗的佛寺里面去 当然你要进去之前 第一个就是要经过卸贱亭吧 要把你的武器通通放在那边 然后进去 束手进去 恭敬的听禅师 帮你开示 其实那就是跟二组一样 就是 无心不安 寝如安心 然后 那个 达摩就跟他讲说 把心拿来 将心拿 你把心拿过来 就说 找不到 找不到心在哪里 OK 语如安心静 把你的心已经安好了 但这种 这种 这种语句 这种语句的架构 你随便都可以 变成说 耍嘴皮子 鬼变嘛 因为你找不到心 所以我说我帮你安好了 跟没安有什么两样呢 不是 就是 就像这个活动 它是生死交官的活动 所以我特别强调是 非行禅 这是我认为 殊胜之处就在这里 可是这东西不能说破 一说破就像洞房花竹叶一样 你说破没有意义 所有的意义就是在存在于什么 存在于 你亲自下去体验 那而且他是一抄直入 第二个就是 飞行船跟这个 有的人跟我受过训练之后 他跟我讲说 那个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发一张证书 所以我受过这个训练 我跟他讲说 我要发给你一张证书的话 是一张白纸 为什么 因为你得到的是在你心里面 你不需要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 就跟修禅一样 很多人说我修禅 只要你在职场里面讲你修禅 人家马上把你打到一个孤僻的角落去 然后他就把你孤立在那边 所以呢 你学习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跟你学习了修禅之后呢 通通都是只能在内心欢喜 不能讲 除非对方是跟你有共鸣的 而那个共鸣的人要在你的职场圈之外 也就是同道 这个我们 我在很多文字上都已经讲过 我不想再讲 我只是昨天听到那个 那个受过高等教育的 的人说 非行胆 连禅这个字他都不认识 真是悲怅到极点啊 所以我今天忍不住了 我出来讲解一下 非行禅 跟禅是什么东西 以后我会继续再讲 而且浓缩成一分钟左右 谢谢